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剧大师石灰说 演员要让观众满意 但不给观众满足 我想王志文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也喜欢他 那就多花几分钟听听他的故事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 江湖上流传着王志文许多不好惹的传闻 这可能跟他严肃内敛的性格有关 他不像别的演员做人八面玲珑 懂得讨好媒体 娱乐圈最忌讳的就是得罪媒体 但在王志文看来 除了演戏 其他的都与自己无关 早年因为被记者断章取义 扭曲事实 所以对不良媒体很是抵触 面对无良的媒体记者采访 甚至竖起了终止 从此跟媒体结下了梁子 本着说多错多不如不说的原则 从此不轻易抛逃露面 接受采访 王志文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祖籍浙江凤华 在家中排行老三的他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天有不测风云 十三岁那年 父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了母亲身上 父亲生前的单位 曾有意让他顶替父亲生前的岗位 但母亲担心王志文太辛苦 没舍得让他去 看着母亲操劳的为家里忙前忙后 辛苦得很 他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也许因为父亲的离世 又亲眼目睹母亲的辛苦 少年时期的王志文 比同龄的孩子多了几分成熟跟懂事 学习上从来不用母亲操心 因为从小对表演就有兴趣的他 在高考那一年 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可造化弄人 祸从天讲 临近高考前 王志文因为车祸骨折了 距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 医生嘱咐他 必须卧床休养三个月 王志文不愿意错过高考 对母亲说 即便爬 我也要爬着进考场 哥哥为了他的事四处奔波 最终校方同意 让王志文歹伤进考场 高考那天 王志文放着烧 被家人抬进考场 最后给他掉了一块木板 别人坐着考试 他躺着 把高考考完了 最终靠着文化课第一名的成绩 顺利考上了八四级北电表演戏 大学四年期间 他的老师对他的演技 台词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认为他是个演戏的好苗子 的确 现在看王志文的戏 也能感受到他扎实的基本功 跟强大的台词功底 但无论是八十年代 还是现在 这仍然是个看脸的时代 在当时 王志文并不符合大众的主流审美 那时候的他瘦得像马杆一样 没什么精气神 因为当时的演员都是那种浓眉大眼 五大三粗的那种形象 因为志文的形象比较轻瘦 就是比较文人那种 他既靠不上硬派小生 又靠不上奶油小生 那这两个形象都没有的话 那你作为形象上就 被称之为没有特点 原本毕业前有部电影找到他 还沉浸在喜悦中的王志文 来不及高兴就被结活了 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这件事对我挫上比较大 就是你学表演 学这个专业的 那快毕业了 你就拍一部戏 然后那个一个很 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导演 跟你说 说你这不灵 不是干演员的 这你就蒙了 你都快毕业了 碰到这么一个事 当时老师都劝他别当演员了 留下老老实实的当一位老师算了 毕业后 王志文被分配到中央戏剧学院 研究所工作的他并没死心 因为一个对理想执尿的人 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他一边工作 一边去各个剧组串习 跑龙头 为的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演员 他又和自己的未来签订一个对赌协议 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好是坏 过程可能是痛苦无望的 但又是充满期待的 他曾这样回忆到那段日子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是义无反顾 通常我只要认准一件事 会使之不渝 重新出发 幸运的是 他赌赢了 并且非常成功 1991年 王志文在电视剧《男行记忆》中饰演青年 爱无以绝 展露头角 观众并不反感他这种受苦临寻的青年形象 坚持了这么多年的王志文 心里盘算着 我机会是不是要来了 1993年 由赵宝刚导演 王硕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眼》 被搬上屏幕 王志文饰演男主角方言 是一个情长浪子 又是一个多面反差的粉青 方言的洒脱被王志文演绎得淋漓尽致 甚至他的创意风格 成了那个时代男孩模仿的对象 同时也收获了无数女粉的迷恋 凭借此剧 一局拿下第14件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男主角奖 王志文一炮而红 也开始走向了他演艺事业的巅峰 接下演员的狼皮 很多人不知道王志文 其实还是一个歌手 在1994年和1995年 发现的两张国语流行专辑 糊涂的爱 想说爱你不容易 一句创下了当年 中国磁带发行量之最 情深的呼唤里 醒来的梦里 在哭泣 想说爱你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就是爱 所以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 无意又糊涂 听过看过这两支MV的人 如今也奔四了吧 郭巴尹开创了中国早期的偶像剧模式 比后来被称作国内青春偶像剧的 将爱情进行到底 还早了几年 年轻时期的王志文 虽然长得不够帅 但绝对称得上少女杀手 在电影《周末情人》里 他所饰演的摇滚男孩 身上的文艺气息 独有的气质 算得上是九十年代的潮流先锋了 那一头长发 深沉的生险 吸引了不少女生 为之疯狂 徐帆 许晴 江山 潘杰 这些女神 都是他的前女友 在行内 他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且孤僻到特里独行 早年间 他倔强较真儿的脾气 也早有端倆 九十年代 还在中期担任老师的王志文 因为给他分的房子不对 他便打电话骂院长 他生气 不是因为蛮不讲理 因为他认为 该是我的房子 你就得分给我 后来 房子给他了 但他又退回去了 因为他当时住在上海 北京的房子空着 还不如给需要的同事 他永远就事论事 绝不是冷酷无情之人 反而充满了江湖义气 对他来说 做人有做人的底线 演戏有演戏的底线 人生从不将就 拍戏必须讲究 拍过把饮食 为了求鼻针 他可以直接撞玻璃 玻璃碎屑从头皮划过 拍荆轲刺秦王室 在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在一条宽三十厘米 离地十四米结冰的木板上 对了一天戏 对比如今的某些演员 因为拍戏割伤了手指 便大发通告敬业的演员 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惭愧 因为烙矮这个角色 他被外媒评为 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中国演员 连一向不太跨然的陈凯歌也说道 电影学院这二十年来 出了不少人才 王志文毫无疑问 是其中最会演戏的一个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天岛》 《黑冰》 至今看来仍然可奉为神剧 而他在剧中的表演 早已超越了演员的界限 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内地像王志文这样 做到人戏合一的境界的演员 屈指可数 他是演员 但更多时候 老曹觉得他更像一个艺术家 看王志文的戏 永远不会脸谱化 他演谁就是谁 而不是演谁都是我 无论喜剧 正剧 悲剧 他所实验的角色 都是游刃有余 信手拈来 王志文曾在《我爱我家》系列 《生活之友》中 客串了一个神经兮兮的患者 这使他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品 至今被奉为经典 电影《风生》里 阴险恶毒的特务处长王田香 我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 不免被剧中角色的恶毒 吓到一身冷汗 《黄金时代》里 那个流血胡须的鲁迅 又仿佛让我们看见了 书本中鲁迅本人 在奉行流量时代的今天 像王志文这样的演员 显得着实可贵 他既不随波逐流 也不会为了曝光旅 刻意地迎合媒体 在圈内 他是公认的暴脾气 是个性情中人 2002年 胡梅导演芬妮的微笑 首映时尚 记者大赞他的演得好 王志文直接冷冰冰地 怼了记者一句 演得不好 因为他对这个剧本不太满意 甚至说道 这样一个角色 也能获奖 莫斯科人瞎了眼 对自己要求甚高的王志文 拒绝了该片在北京的首映 这让片方大为恼火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本着戏笔天大的信仰 去对待演员这份工作 对自己的价值观 永远不会动摇 这也是他为什么成功的原因 朋友曾经劝过他 让他改改脾气 多露露脸 王志文不屑地说 我需要宣传吗 这就是王志文 在这些老戏骨身上的自信 也代表着他们身上 特有的敬业和原则 每一个老戏骨都有独特魅力 成功的背后 都有着一段坎坷的经历 在不断被拒绝 不断认同的路上 有的人坚持下来成功了 有的人失败了 视频的初衷呢 也只是想说说 那一辈演员的故事 所以选财定位 是配角的演艺人生 能引起听我的共鸣 那也不枉我一番折腾 不多逼逼了 接下来是回答问题时间 这位粉丝太有眼光了 感谢你的支持 我会在下期视频爱的你 我猜这个彩蛋 应该没人会发现 对了 感谢B站的小伙伴 还有那些 私信我们的听友 你们的评论和弹幕 我都有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的 拜拜 拜拜